還是要把那個變成一個 一個垃圾的條款還是拿掉 政委另外一口中的垃圾條款 就在年改裡被大法官宣布違憲的 軍公教退休後 到失效任職 禁職領雙薪 兩個理由讓年改時要加入 這條法令 不過就算被典名違憲 統計下影響人數約一千人上下 其他反而受到大法官認定核限 政院當下開記者會要對外說明 接下來就看如何收拾喪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